雄雄市疫苗开打 第一波87岁以上长辈 一大早来到小巨蛋报道 等待入场施打 一个场次可同时容纳好几百位长辈 采用云美挺式施打法 现场成效算流畅 我们要做定位 然后我们行动这样讲 坐椅子这样 我才能提示他 我才能跟他讲话 要不然我要这样子跟他讲话 医师坐着滑轮一个个问诊 医护分三人两组 先由医师问诊一分钟 确认身份跟了解身体状况 接着由后方两人一组的医护 进行疫苗施打大约五十秒 平均一个人两分钟可完成流程 整排十五人也大约十五分钟结束 这种云美挺式施打方式 其实不是球快 而是让长辈问诊 接种休息不用移动 全都由医护来比较安全 但时间压力都在医疗人员身上 现场请来音乐家演奏 放松医护人员的心情 一整天下来 小巨蛋厂会施打三千六百名 而全高雄市近日预定 施打约八千至一万人 在高雄共有十个车队 投入一千一百九十四辆 计程车担任疫苗专车接送长辈 但其实一早报到 疫苗专车的下车处 跟自行前往的民众 在小巨蛋的入口只有一个 稍嫌拥挤产生一些混乱 高雄市场成绩卖到场后 进行些微调整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顺利完成首日高雄市疫苗施打 参选黄大为股线SN区小组 高雄报道